讓我們長期的裝托 啊... 那你去日本的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有啊...差不多啦 包含攝影的...系有機器 電腦...錄影設備 都有准备好了 应该可以啦 我这次准备要来 把黑鲁鱼这个影片给拍下来 啊你去日本期间的影片 你都准备好了吗 蛤 你没准备吗 我看你脑神在在的耶 我真的没准备 啊怎么办 你帮我拍啊 蛤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60部影片了 然后加上我在拍的时候 你也在我的旁边 我只有看而已耶 我只会看而已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起来好不好 好不好看好不好吃 未来的这一个月的影片就拜托你 蛤 不对啊啊我要拍什么鱼 欸欸欸欸欸 喂回来了 干啥跑了 哈啰大家好我是莫莫茨 我现在呢来到了基隆的仁爱市场 要来找鲸鱼 欸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那个 买鱼在哪里 这里有买鱼 鱼有鱼 对面吗 是买那整只的鱼 我买那整只的鱼 那整只的鱼 整只的鱼 好谢谢谢谢 谢谢 喔他骨折不在 我就只好自己挑了 不太会挑 好像没有鲸鱼耶 这边有鱼 请问你有没有鱼鱼 鱼那个那个都 没有鱼鱼 就一片鱼鱼 就这样子哦 嗯不是 鱼鱼 没有那没有 没有鱼鱼 哦好谢谢 完蛋了 没有鱼鱼鱼鱼 紧急紧急 喂喂喂 紧急 那个 我找不到有卖鱼鱼鱼鱼的 他们就有卖那种 一片处理好的 那种果叶鱼鱼 对啊 你有知道哪一摊有吗 因为我刚刚看了两三摊 都没有耶 哦好那那那没关系 我再看一下 如果有再跟你说 啊如果没有就这样 好拜拜 他们跟我买鲸鱼 鲸鱼在这里 开中 dan 小鱼 له 一斤八十国 小鱼 一斤八十块 小鱼 老板你说什么 有海里七十块 哦谢谢 那我倒下了 我先躺多少 好买五支 一二三四五 刚老板说 我回来八十 七十就好了 哦买到了 比如 你在anti 應該是常買的鯨魚 耶 所以我現在要說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海邊Girls 我是Taku澤 欸不對 我是Momo 今天呢 我們要來處理這一隻鯨魚 如果要遮魚的話 應該就是把牠的 牠的腮拿出來 邊肚子把內臟拿出來 應該會成功吧 從這邊切一刀下去嗎 怎麼那麼多血欸 我這樣切對的嗎 不然我再這樣子切下去 啊 我放棄 直接魚頭剁下來好了 欸 怎麼切不下去的感覺 喔 下來了 下來了 好 反正我本來是打算要保留魚頭 但是 腮看牠拿下來了 所以我放棄 直接把頭剁下來 然後再來 我看Taku好像是從肚子這邊 輕輕地滑開 這樣滑開 滑開 滑開 嗯 等一下 內臟會不會滑破啊 很可怕欸 喔 開了開了 哇 這畫面我不行 這畫面太血腥了 Taku回來我一定要把牠抓起來 扁一頓 真是的 現在讓我這個沒有自己撒過魚的人 要獨自來拍這部影片 應該要再加個 罐子 加兩杯水 然後盤子上來 太大大大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牠太大了放不下怎麼辦 假裝看不到牠 欸 我們的魚頭要不要一起啊 反正一起好了 加個鹽巴 給牠撒上去 弄一點 薑上去 再來就給牠蓋上蓋子 開火 等個二十分鐘好了 我感覺應該是好了吧 嗨 這樣的靓梨慘狀 果然發生了 我決定要去拜訪一位好朋友 她是我認為做 鰻魚料理最厲害的大師及師傅 她就是新和發的瑜伽女兒 辛蒂 哈囉 哈囉 辛蒂我來找你求救了 呵呵呵 你帶什麼魚 我帶了三隻鰻魚 哇 昨天去仁愛市場買的 哇 那你這裡大隻欸 這樣子有選好嗎 我選得很緊張欸 太會選 我來看一看 那你到底選的是什麼鰻魚 白父親嗎 呵呵呵 歐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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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塞 因為牠白白的啊 不是嗎 白父親是肚子白白的啊 那你看牠肚子有白白的嗎 嗯 牠有點點 對啊 所以是叫八父親 喔 肚子花花的 然後呢 我們南方後啊 宜蘭那邊 你看牠眼睛 牠眼睛是會黑黑的 所以台語會叫歐巴瑞安 然後 那我把牠拆下來 這個是昨天老闆幫你這樣弄的嗎 沒有 這我回家自己弄 我幫你這樣弄是 OK的 正確的 好險好險 如果你要保鮮的話就是 把它看似用一個塑膠袋 把它包著 然後再用冰塊 這樣是正確的 這是老闆選的 還是你選的 我選的 我不知道選的好不好 我就選肥一點的 選肥一點 那你覺得怎麼樣是肥一點的 就跟別隻比看起來比較肥 OK 如果是魚 我們去挑魚的話啊 比如說牠這個魚頭越小 然後肚子比較大 然後這個魚身體比較厚 其實這有肥 那這還不錯 那我們可以安安那個魚的肚子 像牠這樣子軟軟的 其實就 因為是昨天買的對不對 對 所以牠現在就是有一點 可能會先度會沒有那麼好 那比較好的話 這肚子硬硬的狀態是會比較好 對 然後通常魚啊 會看那個就是眼睛 除了清不清澈之外 就是看牠這個 有沒有凹陷 有沒有 你看牠在下弧度 其實是很不錯的 嗯 其實牠都還凸凸的 不至於這樣子凹下去 嗯 那如果是凹下去的話 那魚就會比較不新鮮 然後你可以摸摸看 就是身體有沒有黏液 那其實都還是 一點點 都還是有的 所以就是這個狀態還不錯 黏液是表示牠是新鮮的 新鮮的 對 然後通常開個魚塞蓋 看一下這個 魚的鮮度怎麼樣 那牠都還有黏液有沒有 腮蓋上面這邊都還有黏液有沒有看到 嗯 對 黏黏的 對對對 這個魚還算是蠻新鮮的 嗯 然後你也可以聞聞看 有沒有腥味 腥味不是說魚本身的味道 是 臭臭的味道 好像沒有 對 所以這代表這魚的狀態是還不錯的 好 那妳今天有想要吃什麼樣的鮮魚料理嗎 我之前在FB有看到一個我很想吃的 叫做南洋番茄鮮魚 看起來超級下飯的 嗯 好可以 那個材料很簡單 現在都有 好那我們就來做 因為牠不用刮臉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這個胸起直接拉上來 然後從這邊下一刀 我們一般的在家裡處理魚 如果一整尾魚也可以這樣處理 直接三枚切 可是這個時候呢 因為會直接切到牠的內臟 所以血水會流出來比較多 這樣是比較簡單的方式 然後也比較安全 比較容易成功 有沒有 牠血水比較多 嗯 對因為我們已經刮破牠的內臟 那如果我們要煮剛剛講的那個 燉煮番茄鮮魚的話 我還是希望把牠那個 等一下把牠的魚刺都拿掉 我們先把這個內臟 先把牠先處理掉 這樣子比較 你的砧板也會比較乾淨 好我們剛剛把牠那個內臟 這樣啊這一面都先去掉對不對 嗯 所以我們現在反面 然後跟剛剛下刀的位置 一樣把它拿起來 嗯 對 然後一樣從後面 取片取回來 這樣子會比較容易 比較好上手的 沿著牠魚骨 然後就可以把魚片取起來了 但是還是要小心一點 對 然後就可以把魚片這樣子整個取起來 你會比較輕鬆 對 這樣子 那你看魚片一取起來的時候 這個魚翅都翹起來了 嗯 代表牠其實牠鮮度已經 開始在 就下降 沒有那麼好 如果正常的青魚 牠的鮮度夠的話 牠其實牠這個是 會 會這樣子捏在筋筋的 換幫摸摸拍 鯊魚的時候就是你要注意 就是魚不要讓牠滑來滑去 還有這個 因為魚其實牠很滑 所以你這 一滑掉怕你就是手受傷了 從這裡下刀 對 不要太大力喔 好 翻得過來嗎 喔有耶 有成功 因為牠剛 鮮度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牠剛剛不是都會 翹起來了 翹起來嗎 翹翹嗎 那通常就是順著這個魚腹刺有沒有 輕輕的 讓丟一條 牠就會整片被你帶起來 這個 這一把 這是專門在夾魚刺的魚刺夾 好 不是拔豬毛的喔 因為牠有個角度 比較好夾 對 會讓你比較好夾 好 這個中間的魚刺的部分呢 通常這邊 這邊還有一根打根的 所以這裡有一根 拉起來 中間呢就是我們沿的這一排 這邊都有刺 一根一根的把它拔掉 按壓一下兩邊的魚肉 好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就來煮 番茄青魚了 這樣就一片 整片都沒有魚刺的青魚肉 好 我們把魚切成兩片 我們等一下要燉它嘛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就來煮 番茄青魚了 主要是我們要把這個番茄炒軟一下 軟了之後它就都是一體了 剛剛這個清香料 就把它全部都倒下來 我們把我們的青魚都放進來 然後通常水量呢 就我們把這個魚淹過就好了 你一定是要把那個魚都放完之後 再來倒水 這樣才不會不小心夾太多水 就大火讓它滾一下 因為我們不放鹽巴 所以我就直接用醬油調味 就是這樣 大概煮20分鐘 哇 Cindy這鍋是你昨天煮的嗎 是的 哇好香喔 整個很入味 青魚是越滷越好吃 吃吃看 期待的 超入味的 超好吃的 會辣嗎 不會完全不辣 有淡淡的奶香味 它番茄的味很重 但不會搶了青魚的風采 那Momo你覺得你這樣子 今天的這個青魚料理 覺得你回家可以很簡單的把它煮得出來嗎 我覺得我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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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真的在笑什麼 太大聲了吧 我這麼辛苦幫你拍影片 你竟然回我形象 這才是我做的 吃吃看 你看